我們怎麼吃的東西 我們知道,沸騰館已經含有問題 我們吃的東西就用糖類、電粉類的東西吃到太多 我們才會做成這樣沸騰館 什麼叫做沸騰館的東西 水果吃太多也是沸騰館的館 所以有四種東西沸騰館 第一種就是沸騰館 第二種就是水果、第三種牛奶吃太多 但是牛奶我們普通都會反應 不是說吃得太多,因為我們中國人、台灣人不是說喝太多 我們主要就是我們的電粉類的東西 只要他吃太多 第四種就是我們的拼館 是不是你們有時候可以吃拼館 因為蘇騰館是鹹的,大家可以用的 其實蘇騰館是鹹的,沒錯 但是他也要電粉類做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都是電粉類的東西 都是電粉類的東西 這電粉類的東西就是,像你吃飯、藝人、番賣、花蓮豆圓、風景豆、紅豆、綠豆、蓮子、蝦子、蚊子、蚊子、山藥、南瓜 有些人會說南瓜 都會說現在南瓜是很好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是電粉類的東西 所以可以吃,要反應 像你們說,饅頭啦 我們有在吃豆花蓮嗎 豆花蓮是不是很甜 你吃豆花蓮,你的飯也是要減吃 我們會知道,我們會有這個觀念 麵,這些都不用說 這些都是電粉類的東西 麥片、春鹹、米粉、冬粉、燒胖 這些都可以吃,但是都要寒涼 這些就是要寒涼 第二種的東西就是水果 水果也是可以吃,也要寒涼 水果是可以吃幾分 兩分就好了 兩分到三分,不要超費三分 這是我們費湯管的人 要控制這個東西 電粉類的東西,一定要控制 像說營養師跟我說 你要吃多少 不是有人會吃一點飯 有人會吃八分甜的飯 有人會吃飯的飯 是不是這樣說 這就是根據你的活動量 你的運動量 來設計你的電粉類的東西 旁邊說很厲害 豬尾是說 沒有那麼多 我是覺得蓋起來 我那種東西也不好的原因 我那種東西也不覺得 你沒有那麼多